第137集 心里暗暗咬牙了半晌 厨余蹚的一下 从床上坐起来 钻紧信物便直闯隔壁 林家下人都已经习惯了他往来 见他买脸被人欠几百万钱的表情 虽然奇怪 却也不曾阻拦 厨余没有找到荣脂 倒是在一棵树下 找到了观仓海 他仔细确认了一会儿 这个确实是正牌的观仓海 没有伟貌的迹象 观仓海听出施楚玉的脚步 微微以笑道 大驾光临 有何贵干 这个人也是帮着荣脂骗他的帮凶 什么施兄弟不合呀 八成是编出来骗人的吧 这对施兄弟狼狈为奸 简直合得不能再合了 厨余狠狠地瞪着他 在心里覆菲了一阵子 才开口问道 荣脂在哪里 观仓海懒痒痒地道 他方才回来之后 便收拾行装走了 你来晚一步 厨余瞇着眼睛 分辨这话的真假 但是观仓海脸上 看不出丝毫端倪 他只有兴兴地放弃 就当你说的是真的吧 他去哪里了 观仓海笑道 他去哪里 约我何干 他摆明了一脸 我就是不说 你奈我何的神情 让厨余恨得牙齿痒痒的 就连对荣脂的脑怒 也有点转移到了他的身上 但是脑怒归脑怒 厨余心里面明白 他没办法把观仓海怎么样 这人的武力 毕竟是有真本事的 厨余想了想 心说 竟然找不到荣脂 那便暂时放在一盘好了 反正荣脂既然有所图谋 便肯定会来主动与他接触的 横树都已经耽搁了这么久 再吃一些还给他 也没什么关系 北魏首都平城 平城是北魏首都 甚为辉煌壮丽 与江南温婉相比 又是一番动人景致 约末是在天子脚下的缘故 纵然是到了春末 天气依旧带着一点凛冽的味道 又是天子脚下 还原有一些嘲讽地笑了笑 健康也是天子脚下 不过 此天子与彼天子却不一样 还原依照末乡的请求 随使臣来到北魏皇都之后 见到了北魏现在的皇帝 拓跋宏 发现这个年纪 甚至比刘子叶还小几岁的皇帝 却出乎意料的老成大气 拓跋宏 今年十四五岁的年纪 也就是和刘桑差不多的样子 但认识谁 都无法从这个少年的脸上 看出不成熟的志气 他的目光坚毅冷丽 黑眸之中时常闪烁着野心的光辉 在与拓跋宏一起谈话后 还原心中便想 倘若他是北魏人 也许便真心诚意地做这个臣子 来到北魏的这些日子 他不光见了拓跋宏 也看到了两个南朝故人 其中一个自然是天如镜 他此行的真正目的 但是天如镜 始终是那么一副 飘渺出城的模样 他一时间也不能看出 他想要做什么 只能暂且留下 见机行事 而另一个人 则曾是南朝的一个亲王 因为被刘子叶猜忌 在楚玉的帮助下 逃亡来到北魏的流场 他到了北魏后 北魏皇室 便将公主许配给他 还封他做了高官 日子过得极是不错 也许是因为 同来自南朝的缘故 两人较为亲近 又见流场 对诗文也算有心得 时常邀请还远去他府上 今日两人一番畅谈 临别之际 流场看着他欲言又止 好一会儿才到 我有一些话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还远微笑道 你我之间 有什么不当讲的 请说吧 流场这人没什么不好 就是性格太过拖泥带水 就比如眼下 明明是有话要说 反倒需要旁人来鼓励他一下 流场犹豫一下 还是说了 有的人不当碰的 就不要碰了 还远有些迷惑 跟着追问下去 但流场却是闭上嘴 怎么都不肯说了 出了流场府邸 还远步行回家 他住处离此地不远 不许马车捞带 他身穿白色面料的广袖长衫 袖口衣摆 文袖精致草花纹 衣昧飘飘 极具风质 每次走在街上 都能吸引来不少的目光 平城是北魏首都 尤其是这一带附近 居住着不少的 显卑贵贵族 街上身穿胡服的人 并不少见 但是自从还远来了之后 便不断有显卑人 因亲目他风度一态 舍弃胡服 改意汉装 这自然是还远始料未及的 慢慢行着 还远的思绪 却飘到了千里之外的洛阳 也不知道楚玉 现在境况如何 是否依然依旧安好呢 他或许该派人去瞧一瞧他 又或许给他送一封信 但是信上写什么呢 正思量着 还远隐约听见 有人在换他的名字 却没怎么往心里去 那声音第二次叫时 稍微大了一些 带着点笑意破空而来 还远 这声音 是 还远心中一震 朝着那声音的来处转去 台幕看去 只见身着男装的年轻女子 站在还有些春寒的街头 笑意盈盈 如花圣战 车如水 马如龙 还远争立在当场 万物都仿佛拢上了一层雾 眼中只有他一人的影像是清晰的 当见到时 才察觉 思念是来得如此极具 厨余朗声笑道 怎么 才这么些日子 便不认得我了吗 李当在千里之外的人 出现在眼前 梦也 飞也 什么 什么胡汉分别 什么权力争夺 什么江表风流 什么南朝北魏 什么祖上旧院 什么道德文章 在这一刻 接近轰然倒塌 灰飞烟灭 楚玉还远两人 街头重逢 各自说来别后近况 听得楚玉说 这一年来 与他们往来的观仓海 竟然是荣耻所办 还远心头一领 暗道 难怪他一直 不是很喜欢观仓海 纵然与他谈论文章 也始终 脱不去那一丝 防备的意味 他原以为 是荣耻之故 如今看来 却原来那人 本就是荣耻 他折服一年 又是何故呢 一念及此 还远担心地 观察楚玉颜色 但见他淡淡脑恨中 有几分不以为然 似是没吃什么亏 也便放下心来 楚玉继续说他来平城的事 我既然明白 那观仓海便是荣耻办的 也没兴致继续住在洛阳了 再加上 我有些想念你 便跟阿门花措 一起来到了平城 花措后来也知道了荣耻的身份 却没有太剧烈的反应 神情冰冷依旧 只是在他提出 要离开洛阳来平城时 也说要一道前往 他初到平城之际 人生地不熟 也不知道 往什么地方找还远 虽然有一个大目标 但他总不能往皇宫里闯吧 还远 虽然在平城 生命不鲜 但是 楚玉很快便打探到了 另外一个人的所在 便是他亲自在危机之际 从健康送走的一阳王 刘长 他一离开健康 便直奔自己的驻地 意思意思 与刘子爷手下将官打了一仗 随即收拾行装 投奔北魏而来 刘长来到北魏 很受皇帝礼遇 楚玉让人投地败帖铁 本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却意外地 得到了全面的帮助 刘长不仅告知了 他还远的近况 还在平城给他找了一间 蒲庸齐全的大房子 一来便能让他住进去 他来平城三四天 杂七杂八的琐事不少 今天才算完全安定下来 便专程来找还远 还远一直倾听着 他离开之后发生的事 不时含笑点头 平城位于北方 这里的春日景致 总是不如江南浓郁 可是今天 他却仿佛觉得 仿佛全天下的春光 都聚集在了他身边 楚玉说了自己的情形后 华远也捡一些 无关正午的事 说给他听 只说自己住在何处 每日与什么人来往 但朝政这边 却是极少提及 他现在虽然跟随着拓跋宏 却并未封关 只是偶尔被传唤召见 在一些证实方面 询问他的意见 除了制定政策外 拓跋宏最迫切的 是从冯太后手中 将权力完全抢夺过来 冯太后 掌控朝政的时间 虽然不长 但也收拢了一批亲信 只要他愿意 依旧可以影响朝局的变动 这对于野心勃勃 想要独揽大权的 拓跋宏来说 是不能容忍的 地是孤家寡人 不允许有人 站在同样的高度 分享与他一样的权利 不过冯太后那边 也不是省油的灯 冯太后自己 精于权争 手下又有得力谋臣 纵然有一些落入下风 却并未彻底败退 两方陷入了僵持状态 拓跋宏纵然着急 却也无可奈何 让还远惊讶的是 天如镜所表现出来的态度 好像是站在北魏皇帝这边 却没有进一步的努力 仿佛只是一个安静的旁观者 静静地看着 这对名义上的母子互相残杀 他突然想起 在南朝之时 天如镜仿佛也如现在这般 随时在刘子叶身边 看着刘子叶行事暴虐 自己走向败王 却不曾出手干涉 难道天如镜要的 就是现在这个状态吗 他究竟安得什么心思呢 还远不论如何聪明 都猜想不到 天如镜此举 仅仅是暂时要维持住一个平衡 已符合某一段历史记载罢了 两人说说笑笑 却是先去了桓远的住处 楚玉让桓远抛了此地 与他住在一起 桓远也未推驼 不过半日功夫 便顺当入住新宅 桓远让人 把书籍等行李搬进家中 偶尔台幕一看 却见是楚玉含笑望着他 从南到北始终相伴 虽然不是亲人 但是已经比亲人更难割舍 四目相对 两人心中据是一片暖意 楚玉来到平城 最主要的目的是找还原 看他貌似一时脱不开身 并也跟着在这里安顿下来 好在留场提供的居宅 极为舒适 几乎都是按照南朝的格局摆设 宅院里的仆人 更是细心周到 尤其是厨子 还考虑到 他会出来此地水土不服 在饮食之中 加以药物调养温补 但是 太细心 太周到了 什么都是他喜欢的类型 建筑摆设 是他喜欢的样式 菜肴酒水 亦是他偏爱的口味 虽然 据刘场说 是南方来的名厨 但不管什么样的厨子 也不可能 为不先知的 知道他喜欢吃什么吧 才过了没几天的舒服日子 楚玉便渐渐地察觉出 不对劲来 他先后找来几个人询问 接着便在一日早晨 心中有数地去找了刘场 楚玉乘车来到刘场府邸门前 先使人通船 没一会儿有人走出来 说是请他去往另一处相见 马车尾随领路人行了一路后 楚玉发现那人 又将他带回了自己的居所附近 就在楚玉忍不住要问 是怎么一回事时 那人在一扇门前停下 那正好是刘楚玉 左侧邻居的大门 入住新局后 楚玉曾特地令人 先去打探了左邻右舍的来路 他左右皆是高官贵族的别院 其中左侧那座便属于刘场名下 但刘场多半住在自己的府邸中 并不怎么来此 领路人没有敲门 直接推门直入 两扇门并未上锁 只一推便两侧分开来 领路人朝门内走去 楚玉迟一片刻 下车尾随而入 顺着修荣的十字道路 走到一处偏院里 院中满是聪裕的竹音 白衣宛如浮冰薄雪 在深境绿衣之中 分外的明显 引着楚玉到达这里 领路人便躬身一礼后 退着离开 楚玉站在院子门口 冷笑一声 果然是你 你又想做什么 健康 洛阳 平成 真是阴魂不散 发觉 刘场给他配的厨子 竟然如此了解 他的饮食习惯 楚玉便产生了怀疑 他询问了 跟他一道 从洛阳来的人 得知那厨子 并未向他们 询问他的喜好 这说明 厨子的资讯 从别处得来 他回想起洛阳知识 很容易地 便将这些 与融指联系起来 只有他会如此细心缜密 也只有他 完全了解他的习惯喜好 如此不难推出 柳场跟融指 也是一路的 只要询问柳场 便能找到幕后的融指 如今正在眼前 楚玉心中明白 他能发现那些细节 该是融指刻意给他留下 好方便他 顺藤摸瓜 找到他的线索 以融指的心机 不可能露出来 如此大的破绽 否则流场 不会连见都不见他 便派人 直接带他来到融指的所在 而他 也不会早就等待 此处静候 他到底想要做什么呢 这片院 与健康公主府的 沐雪园 是相似的格局 同样是入眼竹林 白衣少年独坐幽黄 青石台上 他笑意如水 眼光深不可测 只是雾虽相似 人却非左 见到楚玉 种者并未询问别后知识 更没有解释自己的行为 只洒洒落落地微微笑着 好像面对着寻常人 说一件寻常的事 我有一笔交易 要与你做 不知你是否愿意 楚玉有些讥讽地笑了笑 难道我可以拒绝吗 口气中除了嘲弄 还带着微微的倦意 他总是在无声乌吸间 布下巨大的罗网 等着他毫无知觉地走入网中 洛阳是这样 来到平城也是这样 他的居所 只怕早在他的掌握之中 而那些细心周到的侍从仆人 也约莫是他的耳目心腹 他现在居住的宅院里 除了从洛阳带来的原本人马外 就连一只微不足道的小蚊子 只怕都是姓荣的 很好 他全盘掌握 他不能 他位高权重 他没有 在这样不等的条件下 他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 值得他图谋的 孙悟空无论如何 都翻不出如来佛的五指山 他从南到北 都不曾彻底摆脱他的影子 哼 很了不起吗 方才 见到荣指的刹那 楚玉便做好了妥协的打算 面对这么一个人 跑又跑不掉 斗又斗不过 偏偏 对方还好声好气地 笑面一带 弄得他连生气的力气都没有 现在的楚玉也想开了 摆脱不掉 就不要摆脱吧 他认输 他福气 等他身上的利用价值消失 想必荣指 不会多看他一眼 从过去的一年情形看 荣指 似乎并不想要对他造成伤害 甚至还加以保护 他如今全无畏惧的原因 说话间 楚玉注意到了一件事 从健康到洛阳 再从洛阳到平城 周折辗转几千里 对于荣指 他的神经已经锻炼得比较强悍 现在就算荣指突然变身赛亚人 他恐怕也不会吃惊 可是这件事 还是让楚玉稍稍吃了一惊 因为他如今发现 荣指并不是一个人在竹林中 他身旁还有一个人 只是 那个人个头太小 坚持方才 他的心思 都放在荣指身上 一时间 没瞧见